就是双绒双氧的这种两个之间没有共用胎盘 这可能是本身就像龙神九子九子隔不相同 兄弟之间可能身高都会有不同 这个就是正常的 有的就是有明显的又是然后是在一个胎盘里头的 对如果要是单绒双氧的 如果两个体重之间差的特别大 那么它就可能会发生我们说的叫选择性的宫内生长受限 就是有一个长得特别好 有一个长得稍微小了一点 就叫选择性的宫内生长受限 那么这种生育出来后期需要怎么样去护理 才能够把它这个宝宝就是提起来身体送诊 这个在孕期当中我们还是会来注意来观察的 有一部分还是要进行干预的 有一些可能是假如说特别特别严重的 需要减胎 就是让这个小的宝宝就不要再存活了 来保留另外一个宝宝 那就是差别很大了 差别很大的这种非常严重的这种 我们会有分期吧 临障的会有分期 这种的话就把另外一个小宝宝就不要了 进行裂